佛子天地游记 第二册 下篇 地狱见闻与地府听神 二十六 阎望殿听神 红灵乱动因果罪灵 尼罗红鱼与小牛犊灵体现身说法 不可杀身害命 问 2019年3月1日 弟子拜佛结束 回到家中 观凭菩萨 显现身形于半空 请童子前往地府听神 一个黑色通道出现在地上 魂体被金光提起送往冥界 判官 童子 这是今天地府 接到观世音菩萨圣令 调来前殿听神的罪灵 及畜生灵体 一个接近两层楼高度的深黑色灵体全身 被发出金光的铁链锁住魂魄 眼冒凶光 无比狠毒 一直念诵术语 想施法 把金光锁链挣脱 可视徒劳武功 判官 把笔记本打开 一个巨型荧幕 投射在罪灵头上 显化罪灵 所作罪孽及刑罚 数十分钟后 荧幕消失 罪灵被押送 去无见地狱执法 判官 死罪灵前生 是一个通灵人 死后因为无人超度 飘荡在阳间 为了躲避地府官员追捕 隐身藏在一座 人烟稀少的庙宇 依附在修道人 身上祸害人间 胡乱更改 阳人生死受命 因作恶太多 被大护法神锁住魂魄 送来地府审判 判官 心灵法门的修道者 一定要记住 不可以追求神通 一旦乱动天地因果 修行出偏差 就会堕落到地狱 地狱刑罚完后 还要转头畜生道 一旦堕落畜生道 要百千万节 才得以恢复人生 判官 这是尼罗红鱼灵体 俗称非洲鱼 你自己说 堕落为畜生胎体的果报吧 尼罗红鱼灵体 我生前 是一间餐馆的工作人员 每次店里 来客人点杀活鱼 我就从乡桶内 捞鱼宰杀烹调 我宰杀太多非洲鱼 还没有死时 皮肤癌细胞 扩散全身 死掉过后 家里亲人 请道士念经超度 让我免去地狱刑罚 可是阎王说 我杀害太多鱼类 让我转头非洲鱼 这是我杀业的果报 在水乡每一天都很惊慌恐惧 害怕被人捞上来杀害 终于知道 原来鱼是人的灵魂变得 可是太迟了 判官 这是X处养牛厂的小牛毒灵体 小牛毒灵体 我还没投牛在世为人时 是一个小贩 靠售卖牛羊肉类为生 家里贫穷 小学毕业 就跑去市场帮人切肉 省吃减用存够钱后 就找人托关系申请 合法执照售卖肉类 后来生意很好 和屠宰场 定火杀牛羊 一个星期 可以卖出两三头牛羊的肉类 及骨头 小牛毒灵体 五十多岁 在家里暴毙 脑血管破裂死亡 死后带下来审判 过后 被带到山洞里面 鬼差拿牛刀 把我胸膛剖开 承戒我在世时 砍肉剁骨 地狱承戒完后 又被带到管畜生道的阎王面前 阎王说我积累太多 杀生的罪孽 灵体黑气 还有百分之五十八 所以转头牛胎 让我经历 牛体被杀害的过程 牛胎受苦完毕 才可以转头人道 灵体悲哀的哭声 非常凄凉 判官 童子回阳世 记得书写出来 让世人知道 不可以杀生害命 累积的罪孽 非你们阳世之人 能够承担 劝众生 多行善道 吃素放生 念佛供佛 在地府我们 使记录为大善功德 说完 弟子魂体返回阳间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弟子2019年3月1日 答 你们放生 地府特别开心 帮你们都记录 你们做一件善事 我吃素 菩萨都特别开心 帮你们全部写下来 你们去看 吃素的人越长越好看 吃肉的人 凶残的人 越长越难看 屠宰场的人 个个都凶神恶煞 要多做功德 真的要行善 一善解百哉 人要善良一点 不要总是跟别人 去斗去闹 卢台长开始解答来信一货 292 2019年3月8日